欢迎继续看美多新闻来关注一下卫塞节的相关消息 卫塞节的圣水呢 以今天下午抵达中爪哇省马格朗县的门度寺 并且将会在明天送到普罗佛陀卫塞节的庆典仪式上使用 卫塞节圣水以今天下午14点15分抵达门度寺 接受圣水的游行队伍由佛教协会中爪哇分会主席单独领导 之后呢 供奉在中爪哇马格朗县的门度寺的祭坛上 而采集的圣水将会于明天下午 与佛法之火和其他法会的设施一起送往到普罗佛陀寺 用于卫塞节的庆典仪式 用于卫塞节的庆典仪式上使用 由于卫塞节的庆典仪式上使用 为卫塞节的庆典仪式上使用